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中分别拿着疑似属于大马和印尼的红色和绿色护照本 良言向大马和印尼发动攻击 并且培训小孩子成为恐怖武装分子 短片最后手中的护照本子通通被烧毁掉 全国政治部防恐组助理总监阿瑜汉表示 将会对有关短片展开调查 接着来看每日新闻头版继续跟进印尼女佣课题 根据印尼国家新规定 为了照顾和提升印尼女佣的福利 根据新条例 印尼女佣将由公司来管理 按照上下班的时间到雇主的家里从事帮佣工作 所以女佣不需要再住在雇主的家里 而大马目前有25万名的印尼女佣 印尼将在2017年全面禁止输出女佣 也就是说大马明年开始再也聘请不到新的女佣了 南洋商报头版另外关注 从明年开始政府将扩大征税对象 以便让那些透过网络赚取收入的人士成为征税对象 当中就包括了网络商家以及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招车服务的优博司机 凡是约录超过4000令吉以上者都是政府可以征税的对象 来看今天的其他两则新闻 你是否曾经嘲弄或者是讥笑政府呢 那可要多加留意了 因为移民局为了维护国家形象执行了新的措施 无论以任何形式诋毁或者是嘲笑政府的国人 都有可能被禁止出国三年 新报引述消息指出这项措施已经在数个月前开始实行 任何政府机构都能向移民局提出备禁名单 至于目前有多少人被禁 被禁者是否可以提出上诉等等的问题 移民局总监莎琪还没有作出回应 不过呢 副内政部长诺加兹兰昨天针对备禁课题表示 根据移民法令 移民局在不必提供任何理由下 有权禁止任何大马公民出国 来看一下则新闻 究竟目前我国背负了多少债务 又欠了谁最多钱呢 昨天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就在国会 书面解答了以上问题 表示截至2015年12月31号的最新数据 国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54.5% 也就是6305亿令吉 其中本地债务占了96.6% 大约是6091亿令吉 而最大债主是公积金局 一共欠下1317亿令吉的债务 那其呢另外承诺 政府将确保中央政府国债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5% 并且会分阶段降低赤字 今天重报呢 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